我叫王花花,今年37岁,和老公在一起已经8年了 我们是典型的苏州人,我的老家就在园区旁边 老公是昆山人,我们是通过乡亲院似的 我记得8年前第一次见她的时候 就觉得她长得斯文,性格也温和踏实,很适合过日子 果然,我们很快就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婚后生活一胎时很幸福 老公在苏州一家外企上班,我在一家服装厂做质检 我们俩每天朝九晚五,月薪加在一起有两万块 在苏州也算小康生活了 晚上我会做些苏式的家常菜 老公也经常会带我逛逛关前街 去无江的乌龟塘工人走走 偶尔周末我们也会开车去周边的水香谷镇玩玩 生活很是温馨 就在我们第三个结婚经历日那天,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们高兴极了,开始准备宝宝的到来 为了宝宝,我辞去了工作,专心在家休息 怀孕期间我身体欠佳 几乎每周都要去医院检查 好在老公非常体贴,会向公司请假陪我去产检 然而,自从怀孕后,我们的生活就完全变了 我整天累的只想睡觉,老公工作也越来越忙,经常加班到很晚 我们好像忘记了夫妻该有的生活 一晃就这样四年过去了,宝宝已经三岁了,可我能完完全全守候寡已经有一年了 我说了完完全全是真的一点也没有 这已经不是好几个月没发生过的程度,而是整整一年没有任何夫妻生活了 以前恋爱时,这方面还是很和谐的 我当时挺抢手的,追我的人也不少 老公是真正把我说动的那个 婚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都正常 直到宝宝出生后,生活重心完全变了 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去照顾孩子 工作也越来越忙,有时候甚至会弄到都在工作 每天基本没有闲暇时间,也顾不上夫妻生活了 我记得大代一年前也发生过一次 但是老公时间非常短,不到一分钟就结束了 他一直对我说抱歉,觉得对不起我 我也一直宽慰他,说没事的 但这件事之后,他就别提也不提了 我觉得尴尬,也不好意思主动提 就这样一直忍着,压抑着 其实我一直比较传统保守 不太跟人讲这些事 就连最好的闺蜜,也很少聊到这方面 但是大大大年前吧 闺蜜问我们的情况时 我含糊带过了一下,说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过 他立刻就觉得不太正常 发给我一张国外某研究机构的表格 上面写着,你信一年要有200次才健康 我一看这个数据,简直无以复加的震惊 200次啊,一年365天 除去带姨妈的时间 差不多每个不来例假的日子都要发生关系 这对我们这种年纪的夫妻来说 简直是天方夜谭啊 那次和闺蜜聊过后 我就一直念念不忘 只有我们这样肯定不正常 我开始变得烦躁不安 总觉得不行这样下去 我也试着找老公聊过 但他说现在工作那么忙 孩子还小,根本没这些心思 我理解他,但数据摆在这里 我的焦虑就一直存在 最近实在按捺不住 就向老公提出想去酒店开个房 单独相处一晚上 本来老公还有点抗拒 但我软磨硬泡 终于让他同意了 昨天,我们把孩子 托给老公母亲摊管 开车去了苏州最高档的 新世纪大酒店 我提前在网上 立定了一碗的总统套房 里面有个超级大的浴池 还有180度全景城市夜景 检查入住后 我先去洗了个热水澡 然后穿上我最性感的内衣 在浴池里抛着 等老公过来 老公近来看到我这个打扮也很意外 他笑着说我这是港什么大排场 我走过去抱住他 等他解释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正常夫妻生活了 今天我就是要和他温存一番 开始老公还有些不自在 但渐渐已经有状态了 我们先在浴池里抱着接吻 就像当初恋爱一样 然后上我床 我主动帮老公用嘴 他很快就兴奋起来 这一次他持续时间比以前长多了 大概有七八分钟吧 过程中我也很投入 结束后老公一直跟我道歉 说对不起我 他会改进的 我并不介意这些细节 只要能跟老公七月一番 我就很开心 我看得出老公的心意 也知道他工作确实很忙 但我希望我们能重拾过去的生活 所以我会继续想方设法 比如经常约他出来开房 换各种花样 跳舞调琴等等 相信多长时几次 我们的身体也会逐渐回暖的 此时此刻 我坐在酒店的床上 看得老公睡着都侧脸 心里很满足 我相信只要两个人心意相通 用心经营 我们会重拾昔日的幸福生活 每次只要老公全心全意地 跟我亲热一次 得到满足一次 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十分感谢王花花的投稿 家倩觉得 婚姻向来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 尤其当家中有了孩子 生活的重心 自然会发生改变 从你的叙述来看 你们两人从相识 相恋到 步入婚姻的殿堂 都是相当顺利的 那种日常的幸福 真的很令人羡慕 但正如生活中常说的 有些问题是需要两个人一起面对 和解决的 首先 对于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 这确实是维系婚姻的一部分 但我要说的是 不必太过迷恋 某个具体的数据和标准 每个人 每对夫妻 都有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频率 而且 那张所谓的研究表格 也许并不适合每一个人 再说 生活中总有一些不可控的因素 如工作压力 家庭责任等 这都可能影响到夫妻间的关系 但重要的是 当你们意识到问题 并开始寻找解决方案时 这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很欣赏你采取了主动 决定与老公重新寻找那份失落的亲密 那一晚 不仅仅是身体的接触 更多的是心以心的沟通 老公的道歉 和你的宽慰 都表现出你们之间深厚的感情基础 要知道 生活中的问题 不可能一蹴而就地解决 需要时间 耐心和努力 你的态度和行动 已经为你们的婚姻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过 在这之中 我也要给你一些建议 首先 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无论是你的担忧 愿望还是期望 都应该与老公分享 其次 除了身体的亲密 精神的交流同样重要 比如 设定每周的约会日 或者定期进行夫妻之间的心灵交流 这都可以增进你们之间的感情 最后 我想告诉你 你的故事很美 因为它充满了对幸福的追求 和对爱情的坚持 只要你们两个人 都有这份心意 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重新找回 那份失落的幸福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单身女子在中国的嘉倩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你一定点赞关注 你的支持是我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你